大家好 我是美女 美女 金融市議員群企衝到議場前 局派抗議要求謝國良解釋 東岸商場爭議 夏苗藍議員也發動首局派攻勢 雙方正宜拍桌對罵 謝國良求天氣啦 你管你求天氣 所以商場委員會 請查理國良金融 藍綠炒成一團 金融議會終於在一片漏洪洪之中 展開序幕 所謂媒體通路回饋 每年一千九百二十萬 那請問這個是現金支出嗎 看起來完全都不是 要把現金送到金融市政府 而是一個廣告的回饋 那這個可以算是市政府的收入嗎 為何是七年 就是因為維豐集團隊謝國良次長 你在這三年的任期之後 你在選四年 他們對你有信心 接下來20加10 剩下的23年的契約當中 維豐是可以不用你金融市政府 任何的要求 因為這件事情沒有法令依據 議員揪出維豐集團合約 其中媒體通路回饋 年收一千九百二十萬元 合約載明至少行使七年 也被質疑不合理 還是由交通處等一下回答 在攻擊我權力金的同時 花了七億三的成績轉運站 的權力金是多少嗎 他權力金是五十萬一年 對比我們現在六七千萬 差個一兩百萬 大家就吵翻天 大家覺得這樣合理嗎 謝國良顧左右而言他 而原定臨時會排定的第一案 遭到藍營技巧性拖延 雙方持續攻防 距離東岸商場爭議 完整釐清 恐怕還有延長戰 三十里為題後才有一次小組 基隆什麼的